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嚷嚷皆为利往 一伙土匪正在客栈歇脚 忽然被一人打断 来人名叫刀马 记住也好 记不住也好 反正名头不重要 只见刀马手里拿着通知符 想要打劫土匪 这时背后突然探出一个小马 小孩名叫小七 记住也好 记不住也好 他的名头很重要 二人这一唱一和 把土匪给整蒙了 没猜错的话 你们是一人带个孩子 就想敲诈 我们整个留子帮 眼看对方嚣张跋扈 刀马也并未在意 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 可惜了 这时 土匪把客栈的大门关闭 将刀马二人围在中央 只见刀马嘴脚微挑 缓缓起身 吩咐小七 照常蒙上眼睛数数 这次数到几呢 你来选个数 酒吧 放肆 不要欺人太甚 没等土匪把话说完 刀马已将土匪的手指刺穿 只听乌嗷一声狼嚎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三 刀马又从袋子里 掏出枉马武器 一脚踏上桌子 四 只见刀马犹如古鹿狼群 一刀一个 五 瞬间砍翻树人 六 回身拔出 定在桌上的鼻水 顺势又击毙一人 八九 六后面怎么是八 七呢 七在这儿啊 刀马抬起一脚 将光头踹飞 此时的刀马在光头炎 简直就是活炎旺 三倍价钱好商量 好商量 何弃生财 何弃生财 怕刀马不信 赶紧将身上刚抢来的金子 全部扔了出去 搞这样不就好了 寿人前台 替人消灾 何弃生财嘛 一场风波过后 刀马拉着小七 扬长而去 光漠之上 二人一马 霍风前行 这天 荒无人烟的大漠里 突然多了一片尸体 看着惨烈的战斗 多半是被罗刹袭击了 二人继续进行 这次遇到了两个活人 看得出来 俩人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 见到刀马二人 老汉急忙上前求救 三百钱 一个子都不能少 老汉搜罗出 两人身上的所有财力 可还差得很远 这可急坏了老二 靠二人的奖励 是无论如何 也感到最近的急事 这时 刀马眼神挑到地上的一张纸 打开一看 是一张悬赏令 逃犯双头蛇 赏金六千钱 朋友 那些零碎钱就收起来 到集市上 给自己买点吃的吧 这张纸 我要了 一名西域美女 正被当成货物 任人挑选 可商家只开出了两枚金币 大胡子立马不干了 看着前途后翘的身材 最少也得五十金币吧 商家也不跟他废话 在漠北这片土地上 老莫控制着商品的交易与定价 眼见自己的财路被断 大胡子上来就要拼命 可还没等冲到跟前 就被老莫的女儿一脚踹飞 姑娘一个箭步冲过来 就要废了这个泼皮 突然一只手制止了她 姑娘抬头一看 来人正是刀马 多年之前 刀马和小七被仇家追杀 流落到此 是老莫救下了二人 此次前来 是想拜托老莫 帮忙查找之前通缉犯的下落 领得赏钱还清欠下的人情 可二人早已是朋友 忙可以帮 但前老莫却决意不要 没过几天 老莫打听到目标的下落 往东五百里 有一座沙土是红色的小镇 名叫赤沙镇 通缉令上的男子 应该就在镇子里 不过 那里的官吏手腕很硬 最好多加小心 刀马和小七来到赤沙镇 果然如老莫所言 可刀马依然踏入了小镇 来到客栈 刀马散布了自己目标的线索 许诺事成之后 必有重限 另一边 客栈又被停水了 如果十天之内补不上两千税钱的话 这个客栈也要被充公了 无奈之下 老板只好去找常柜人 希望能够宽限几日 正好刀马也要找常柜人 打听双头蛇的事 二人来到常柜人处 可还没等刀马开口 常柜人便给刀马立了规矩 并有意拉拢刀马入伙 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刀马起身就往外走 这下算是得罪了常柜人 客栈门口 一人拦住了刀马的去路 如果我有双头蛇的线索 能分多少赏钱 那要看你的线索值多少了 只见来人缓缓解开上衣 露出了腰间的纹身 原来客栈老板竟是双头蛇 他之所以自愿牺牲 只是希望以自己的性命换来赏钱 偿还上所欠的税款 保得母子平安 可连刀马普通的一招都截不住 还自称什么双头蛇 早点嬉戏睡吧 刀马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老板垂头丧气地回到家 看到父亲的窝囊样子 就连儿子都嫌弃自己 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没用的父亲 突然大门被人闯破 来人是常贵人的儿子 此来是要提前收回客栈 并要借机除掉刀马 眼看老板无钱交税 背后的大汉就要动手 只见血光四溅 客栈老板终于解开封印 露出了毒蛇的獠牙 另一边楼上的窗外 突然闪过一个黑影 刀马 危险 就在匕首里脑袋 只有0.01公分的时候 刀马一个闪身躲过攻击 顺势抓住胳膊 直接掰断 一拳将来人击飞 这是屋顶 又下来了素人 刀马也不惯着 一顿电炮飞走 将来人放饭 可事情远没有结束 门口又冲进来一堆状态 另一边 客栈老板开始打人杀戒 双刀在手中上下翻飞 众家丁犹如被砍瓜切菜一般 客栈内顿时血光四季 这一幕把老板的儿子看傻了 没想到自己的父亲 竟然这样的害 相反的是 这突如其来的变语 把常贵人的儿子吓傻了 立即召唤楼上的家 钉下楼户架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刀马提着一颗人头 缓缓走了出来 哈 刚才真是事情 那么 咱们就继续谈谈之前的买卖吧 可惜 事到如今 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买卖平坦了 老板决议 要靠自己力 来保护自己的家人 正到二人沟通之时 突然一个绳着 套住了老板 瞬间将他五花大 原来是常贵人亲自讲 看见干爹 常公子立马上前求救 可被刀马一脚踩下 此人擅闯明斩 刀马倒要看看 常贵人的规矩 是不是没有例外 若没有例外 你能为我做什么 之前入伙的事 我会考虑一下的 是杀阵外 常公子就这样被抛弃了 而客栈老板 因为赎罪并发 也即将被执行死刑 这时老板的儿子 才恍然大 原来父亲 一直在暗中保护着自己 他冲到父亲的脚下 希望父亲不要死 可他那瘦小的身躯 哪里扛得动老板 所犯下的罪名 突然 一柄飞刀 将绳索斩断 刀马 你什么意思 看来 取人头 总归是要 亲自动手才踏实 侮辱我的人格 你还侮辱我的致长 这下算是 彻底激怒了常贵人 家丁们一拥而上 与二人站在一处 可奈何二人 无欲高强 家丁们瞬间失和便宜 血流成河 眼看就要全军覆用 常贵人出手吧 刀马 我要亲手宰了你 这是大历程的一击 被刀马勉强躲开 眼看常贵人亲自动手 仲家丁开始四散奔逃 战场之上 三人相对立 刀马要杀双头蛇 领取赏金 常贵人要捍卫自己的规矩 而双头蛇 要守护自己的加息 每个人都是二对 大战一触即发 三人同时挥刀冲出 变光火石之间 常贵人一刀砍中刀马 而刀马也逼退了常贵人 双头蛇趁机插入 一下激怒了常贵人 受死吧 你个渣子 一刀刺穿了双头蛇 刚要抽刀待战 怎料双头蛇的毒牙 一口咬住了自己的双手 而刀马突然从双头蛇的背后杀出 一箭封喉 可刀马也因此闯下了大火 击杀朝廷目关 将被全天下通缉 可刀马啥时候怕过伤 一刀截虎常贵人 面对眼前的孤儿寡 刀马放弃了双头蛇的赏金 骑上马扬长而去 不久后 两个狠人拿到了刀马的通缉令 而另一边 刀马正在被一群雕刻追杀 眼看自己的马 撑不了多久 这时 侧边的山峰上又出现 一个追兵 来人看是刀马 也想擒获刀马 领取赏金 顺着山坡冲下 就要对刀马动手 只一个照面 就被刀马斩印了 眼看狙击不成 双方开始格拢包抄 就在这危机关 前方突然又出现一个人马 来人也不费 直接弯弓搭剑 只见黑星一跃而起 对方的箭矢也破空射突 奇怪的是 箭矢全部贴着刀马穿过 反而后面的追兵全部遭殃 原来 竟是老莫的女儿阿玉亚 来接刀马来了 二人边走边聊 最近家里来了一个怪人 想见刀马 此人名叫知识狼 对刀马和小七的背景 两如指掌 刀马顿赶 此人危险 你到底是谁 和老莫却为知识狼担保 并称他是来帮助刀马的 并且你们二人的目的一致 都是想回到长安 而这 也是老莫交给刀马最后的一位 护送知识狼 抵达长安 此后二人互不向前 第二天 众人收拾行装 准备启程 可随行者就多了两人 老莫的女儿阿玉亚 他的丫 老莫 你竟给我塞一些麻烦人物 老莫笑笑 并未搭话 眼看众人 渐行渐语 老莫莫名地说了一句 刀马 我家族的未来 就托付给你了 此时的众人还不知道 前路便是刀山火海 九死一生 这是我见过最奇怪的人 他常年戴着面具生活 手无腹鸡之力 却想要颠覆朝廷 而护送他到长安的 则是一名通缉犯 这名通缉犯 还带着一个孩子 就是这样一支队 却在大漠之中 遇到了另一对 更诡异的车队 窗帘飘动 里面露出一张 女子精致的脸庞 马车呼啸而过 里面端坐一名雕客 在押送一男一女 女子极尽妩媚 挑逗雕客放过自己 可雕客双目紧闭 不为所动 突然 四周的崖壁上 出现一个人 竟是一群败鬼者 雕客意识到危险 突然睁大双眼 而外面的败鬼者 也开始发动攻击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马车阴声飞起 不远处的刀马一行人 也发觉了异样 立即侧板前去查看 此时的败鬼者 正在念咒诺 突然一刀刺响 将车老板的心脏弯出 见到鲜血 败鬼者更加兴奋 爬上车顶 寻找其他承还者 突然一人被拽入车内 再出来时 喉咙已被刺穿 这时 车里的女人爬出 败鬼者看见女子更加兴奋 刚要下手 车顶上出现一人 竟是之前的标客 只见标客 飞身冲入人群 所过之处 顿时血流成河 可败鬼者仿佛不知恐惧 依然前铺后继的往上通 只见标客手中的宝刀 上下翻飞 败鬼者们一时尽无法进行 可双拳难敌四手 标客渐渐有些不知 这时 刀马侧马飞出 突入人群 来跟标客各不买卖 你有车 我有马 不如二一天坐午 就这样 一场大战过后 两队人马兵合一处 一同向长安警发 男子单名一个数字 而妩媚的女子 名叫燕子 另一边 一队人马急尺而行 而他们的目的 正是漠视家族的领地 杀了父亲的凶手 竟还想取自己为妻 你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这天刀马来到一处 废弃的一枕大剑 突然一只手 从房内伸出 一队人已在此等候多时 这时 一个抱着木匣的人 缓顾走出 他将木匣放在地上 用手缓缓打开 从里面掉出来了 赫然是老莫的头颅 这突如其来的病 使阿玉亚脑中 顿时一片恐白 他抱起父亲的头颅 瞬间气不成声 而凶手竟然要在此时 迎娶阿玉亚 剩下的人 全部杀光 不知不觉间 已激怒了 旁边一人 就在侍卫长 伸出手的一刹呢 刀马一个剑步 一刀将侍卫长的右手 反手乱刀将侍卫长击退 而后双刀举过头顶 生生刺进了侍卫长的胸膛 侍卫长因声倒地 就在刀马 准备审判下意义时 本已倒下的侍卫长 愤然起身 硕大的手掌 已雷霆之势 朝刀马拍下 这突如其来的变异 使大家都愣在了原地 严臣散去 原来是刀马 以斧头扛下的攻击 手起刀落 将侍卫长的头颅原样 还给众 接下来出阵 是于吉家族刺子 于吉牛罗 只见刀马摆好架 一个闪身 直接劈向于吉牛罗 眼见于吉牛罗样吃亏 众人一拥而上 于吉牛罗 趁机缠住了刀马右手 而众人此时也扑到了眼前 一起刺向了刀马 而另一边 四大家族组长们 也率领各自兵马 向着废弃的驿站而来 势力最弱的和一家 更是组上了全部家 请来雇佣兵团 土火罗相助 远处风起云涌 一场杀暴即将来迎 族长们各怀鬼胎 向驿站及时 人之所以拼命 是因为所得之物 比命更有价值 而刀马拼命 是因为自己的救命恩人 被眼前的敌人杀害了 杀人就要偿命 只见他荡开众人 再次起身 决定大开杀箭 在他面前 众人犹如被砍瓜切菜一般 毫无还手之力 突然 一名壮汉破空袭来 刀马恢复披下 怎料壮汉竟应接下攻击 一只手直接抓住 刀马面门 后面的队友跳起 就要给刀马致命一击 突然 一道寒光闪过 来人被数一刀 拦腰斩断 顺势扭转身形 站在了刀马肩膀 呜呜呜 快松手 可还是晚了一步 两根手指连带绳子 被树瞬间斩断 这时 从后方走出一人 你就是知识狼 这真是可笑 连知识狼是谁都不知道 还敢来抓人 奉上知识狼的首级 才能得到朝贡的资格 而朝贡一匹狐马 下次的是价值十倍的丝绸 朝廷要的是面子 翻国赚的是真金白银 而条件 不过 是在地盘内 杀一个叫知识狼的亡命徒 稳赚不赔的大买卖 一群没脑子的蠢货 朝廷要的知识狼是什么人 你们谁都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只有老莫明白 知识狼不过 是一个幌子 是裴识狼 用来打通西域的谎子 哼哼 中原人 把我们当棋子 我们又何尝不是 再利用他们呢 棋子 你是副篡位 就是为了给别人当棋子 五大家族齐心合力 才顶得上一个国家 你们现在连棋子都算不上 中立地带不在中立之时 大国的角力就要开始 在你们踏出这一步的一瞬间 胡商五大家族 就注定要全数灭亡 放屁 你说的都不是真的 有朝一日 你会戴上耀眼的王冠 抓之是狼 是一个绝妙的机会 五大家族 分家已有五十年 是该便回一家了 此乃天时 中立地带清理门户 他国不可干涉 此乃地利 少壮当家 不会瞻前顾后 有的是冲劲 此乃人和 如今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便由在下 成就你的东风吧 你们来一同五大家族 朝廷将全力支持你 知识狼就犹如亲眼所见 将裴侍狼队和一玄的许目 一字不差地讲了出来 你 究竟是何方神圣 知识狼通晓过去 欲知未来 知识狼是点燃生活 驱赶黑暗的先知 是菩提树下顿悟的佛陀 是以百姓为除狗的圣人 我 正是知识狼 而知识狼 却不是我 知识狼是娼妓 是农夫 是乞丐 知识狼谁都不是 或者说 人人都可以是 知识狼 这番话瞬间击溃了何一玄 他疯狂地射向知识狼 大战再次一触即发 谁说站在光路的 还犯英雄 那些默默坚持自己信念的人 同样也是隐藏的英雄 人身在世 自己选择的路 即使跪着 也要走完 刀马和术语四大胡商 开始了正面对决 此时反应过温而来的 鱼急牛罗 一边嘲笑着和依选 一边准备撤出这场争斗 可出乎意料的是 本应处于弱势一方的刀马 竟然要全灭四大家族 来为老莫报仇 众人此时才意识到威胁 可以维持于耳 血战 必须血长 这时一只剑破空而来 强大的速度 竟将鱼急牛罗直接击飞 这一击惊呆了在场的众人 没错 血债 血长 阿玉亚将悲痛转化为力量 重新站了起来 而另一边 一个人却陷入了迷茫 裴侍郎利用五大胡商的贪念 策划了这次的灭门行动 他要为大随平定西域做好准备 得知叔父的计划 裴行眼睛出一身冷汗 没想到叔父的城府 竟如此之深 他决定亲眼去见证这场变革 自己耳时所受的教育 是忠孝仁义之道 如今叔父叫给他的 却是尔虞我诈之术 何为对 何为错 裴行眼现在的内心很迷茫 只有战场上的杀戮 还是真实发生的 此时荒废驿站这边 奄奄一息的于吉牛罗 爬到何一璇脚边 请求何一璇救救自己 可此时的何一璇 早已丧心病狂 只见他掏出匕首 一刀刺进于吉牛罗的脑袋 面对这个变态的家伙 阿玉亚可一点不惯毛病 直接来发一箭三明 就在双方箭把弩张之时 突然在沙丘了另一边 传来了一阵马蹄声 原来是四大家族的援兵赶到了 在自己面前 杀害了自己的儿子 于吉老族长自此断子绝孙 全军放箭 把下面的人全部杀光 刀马这次真的慌亡 眼见骑兵剑雨袭来 知识狼还在这装逼 刀马一把毫住知识狼的头发 将燕子娘和小气护在身后 面对敌人的铁骑 刀马一路披荆斩棘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保护大家安全地杀出去 可此时的阿玉亚 却杀衡了你 是要将和一玄碎尸万团 情况危急 扑从阿妮 舍命抱住阿玉亚就往外跑 受从右翼进行掩护 大家边战边退 来到马车跟前 这时 佩乌家族的援兵也赶到战场 瞬间与吉家族站在一处 趁着这突然的病 燕子娘顺带 擒破了佩乌家的床脸 佩乌蜜 眼见自己的心肝被掳走 佩乌大军立即追赶马车 服务双致 获不担心 刚刚杀出重围 却不料前面经汇聚了一场沙暴 前有沙暴 后有追兵 只能赌一把 往前或许还有一线生计 赶回只有死路误条 马车朝着沙暴冲了过去 此时 后面的追兵 不时有人被决上天 佩乌组长决定暂避风芒 等沙暴过去之后 再红场紧 而刀马这边也并不好过 车顶被沙暴走飞 佩乌蜜更是开启了作死模式 开始嘲讽阿玉亚 阿玉亚怒而不发 只是死死地盯着佩乌蜜表演 突然 一个手起刀落 佩乌蜜自此隐奔西北 可阿玉亚并未坐回马车 他缓缓起身 顺势爬上车底 就算今晚莫家灭亡 也要让这帮畜生血债血偿 阿玉亚跳下马车 抢了一匹马后 转身折返回去 丫头 回了头 便无路可走了 刀马一把拉住阿玉亚 阿玉亚并未打了 围身一纹 一切尽在布园中 阿玉亚挣脱刀马 就这样消失在沙暴之中 这是我见过最狠的女人 明明已经快逃出沙暴 她却选择逆风而行 而她的四个仇怒 郑帅里的四只大军 在风暴的尽头 眼看跑不过风沙 鱼籍组长率领将士 全部掉头 迎风而立 真正的勇者不畏天地 也不惧死 突然 一只剑透体而过 鱼籍组长命丧当场 众人惊诧回头 此时的沙暴 仿佛合风戏 真正恐怖的 是隐藏在沙暴里的 阿玉亚仿佛化身恶魔 从此沙暴 她要代替阿弗拉 审判这些罪大恶极症 面对阿玉亚强大的气势 众士兵以为是妖女献身 掏动沙暴前来促命 立即调转码头 四散奔逃 你不要过来啊 阿玉亚犹如虎鹿狼群 只身杀的大军丢盔卸甲 落荒而逃 赖组长 抓到你了 只见阿玉亚居高临下 横刀立马 快保护我 一只剑破空而出 赖组长应声倒地 接下来便是佩吾家 还有 何一玄 看见何一玄 阿玉亚提马冲下悬崖 可何一玄也不是吃醋 一见正中码头 阿玉亚就此跌落马下 他缓缓站起 想要再次冲向何一玄 可此时的他 连自己都没发觉 这瘦弱的身躯上 早已遍体一伤 眼看大军 慢慢逼近 阿玉亚的意识 也渐渐模糊了 突然 从山上冲出一羽 原来是贴身侍卫阿妮赶了回来 他一把抱起阿玉亚 冲出重围 谁叫你们对阿玉亚动手 那可是我的女人 没等配吾组长反应过来 众人已被剑里击杀 竟是和一玄雇佣的 土果罗雇佣兵打到 只一个照面 配吾组长已被 土果罗头领击杀 而另一边 眼看追兵越来越近 阿妮将阿玉亚放到马上 而自己 则留下来阻挡追兵 小姐 长安有你崭新的人生 不要担心长安的女子 会笑话 因为 你比这世上的任何 都美丽 望着阿妮的背影 阿玉亚彻底晕了过去 彪人里最奇怪的人 莫过于知诗郎 此人若不经风 却想要颠覆朝廷 他不仅能够看透人心 还能预知未来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 知诗郎的身世 一场沙暴过后 众人缓缓从沙堆里爬出 就此分道扬彪吧 跟你们扯上关系 多少条命都到不了长安 刀马听后并未搭话 一把拽过知诗郎 如今这一切 你也是早就知道了 你跟老莫究竟是什么关系 这还要从七年前 西州民乱说起 三郡四县的民众 在同一时刻袭击兵器库 诛杀权贵 开仓放粮 此事惊动了朝廷 朝廷派出五万步棋围角 带头的 便是负责执行朝廷密室的 萧棋卫 彻底抹杀行动的记录和痕迹 没有记录 便会慢慢被世人遗忘 被遗忘 就等于不曾存在过 包括西州的十五万男女老少 也包括花言团 天之道 损有余而补不足 人之道 损不足而奉有余 在这乱世之中 百姓疾苦 民不聊生 花言团带领西州民众 要向天下传达一个口信 替天行道 花满天下 这是花言团的名字 第一次被世人知晓 可权贵们却没兴趣 倾听百姓的呐喊 并称这群暴徒 是盛世的敌人 对于敌人 就要斩草出根 于是 你们决定屠城 一夜之间 西州境内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整整十五万条人命 那是知识郎 第一次遇见刀马 那时的你 脸上充满疲倦和疑惑 知识郎把一切看在眼里 却一动也不能动 最终 你们也没能找到主谋 为了掩盖事实 于是编造了贼寇结成 官军讨伐的故事 这个替死鬼 就是李灵英 而真正的花盐团魁首 并没有死 他在一棵树下坐了下来 过了七天七夜 他的白罗衫 变成了红罗衫 他起身擦拭了脸 却发现脸上的血污 已凝下 就在那一刹那 他突然知晓了 世间一切事 于是他决定到 天竺验证自己的想法 哼哼 狗屁不通 口口声声说 为百姓讨公道 可到头来 被你煽动的百姓 全死光了 你倒是苟且偷生地 活了下来 这算什么公道 你嘴上说的天下苍盛 其实不过是你 做上皇位的借口而已 只可惜了老墨 居然为了保你 这种货色 可丢了性命 我替他 感到不值 若杀了知识狼 能让你解恨 那就动手吧 哦 明白了 小气 闭上眼 唉 刀马 你还是不明白 知识狼要颠覆 朝廷 并非是为了一己私欲 莫组长明白这一点 因为 知识狼 活不久了 原来 知识狼早已恶极缠身 命不久矣 多亏了老墨的秘方 才得以放缓发病的速度 而老墨早已料到 自己的结局 做这些 只为保住阿玉亚 为莫家 也为大墨胡商 留下一线相护 也只有知识狼顺利到达长安 点燃了世间的圣物 才能换得大墨 免遭战乱 得知事情的全部真相 刀马决定返回大墨 寻找阿玉亚 无论是生是死 我都得把她带回来 如果昏迷不醒的妹子 落入一群大汉之手 会是怎样一种下场 眼看士兵们 就要得失 忽然前方出现一人 一把拽住缰绳 来人身材魁梧 威风凛凛 正是阴阳富郎将 裴行眼 你们何故欺负一个女子 士兵们 眼见只有一个人 就要上去硬抢 但他们这次可惹错了人 只一个照面 一锤将大胡子拍成了肉鸣 众人顿时被吓得呆吏当场 裴行眼顺势 将阿玉亚抱到自己的马上 这时 何一璇也从后面赶了过来 上来叫阿玉亚 可我们裴大公子 能怪你这毛病吗 不 我去去 何一璇哪受过这个气 一个眼神 众士兵驱马上前 将裴行眼围在中央 放肆 也不看看我身后的背景 还敢在我跟前嘚瑟 这可有点赛脸了呀 何一璇一看没震住 只好商量各让一步 姑娘继续放在 那照顾 但你俩跟我一起回营 此时 刀马和小七 也来到了山坡之上 后面的树 也改变了主意 选择跟刀马他们一起 众人一路尾随 来打仗 决定等到后半夜再动手 眼看到了自己的地盘 何一璇又开始 想裴行眼捎了阿玉亚 可裴行眼立场坚定 先将朝廷交给你们 差事办法 否则 不准踏进这个帐篷一步 还有 记得把我的马外好 这一下子 可把何一璇气坏了 敢在我面前装 老子让你跪下叫爸爸 这时 阿玉亚也醒过来 滚出去 休想再用你的脏手碰我 阿玉亚不但没理解 反而将裴行眼 视为仇人 可这也没错 毕竟这场动乱 全是自己的疏忽 一手特化 可是 你身上的箭头 若不及时取出来 可能会危机性命 阿玉亚也不再争执 拿过刀子 扯开了自己的上衣 悲愤的阿玉亚 撕开自己的上衣 雪白的肌肤 顿时被裴行眼一浪 她下意识地背过身 给眼前 这位刚毅的女子 留下最后的尊严 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 阿玉亚用刀弯开伤口 将箭头拔出 撕心裂肺的疼痛 让她大脚出声 裴行眼体贴的地上手绢 示意她咬住 可阿玉亚一口咬住 裴行眼的手指 开始一只接一只的拔箭 这彪悍的举动 一下子惊呆了裴行眼 拔完箭头 阿玉亚虚弱不堪 可她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事 我要杀了何一璇 还有你 另一边 眼看大仗周围的士兵 全被调走 刀马和树也准备动手了 二人顺着山壁滑下 而此时的何一璇 正在照安其他家族的事 如有不同者 丽帝就会被残忍杀害 眼见何一璇凶狠残暴 众人只好俯首称臣 这一刻 何一璇又觉得自己行了 听见外面的异度 裴行也知道 这小子是要叛变了 姑娘 我是朝中之人 今夜在此地发生的事 不能插手 此乃尚意 不过 我们中原有句老话 杀父之仇 无共待天 如今你要被仇人欺凌 我便不能坐视不管 即便违背上意 即便成为万人之敌 我也要坚守心中的道义 说罢 便只身来到帐外 裴公子 你的马可真是匹豪马 是我们大漠的种 但大漠的马 可再也不能让你们中原人骑了 而你 也回不去了 正如所愿 士兵瞬间 将裴行也给在中央 和一璇一声令下 众人立即发难 可出乎意料的是 裴行眼舞动双锤 近身的士兵 竟被轰成了肉泥 众人健壮无不尽海 竟有如此神勇之人 但战斗还在继续 就在众人 缠斗裴行眼之际 刀马和树 也来到了大仗背后 寻找时机 那么裴行眼 能否化小为夷 刀马能否救出阿玉亚呢 请看下回 跟紧 正义 真的值得用性命去守护吗 裴行眼 为了保护一面支援的阿玉亚 立战和一璇大军 眼看九弓不下 和一璇开始改弓弓箭 裴将军身中竖紧 仍为后退半步 气急败坏的和一璇命令 土火罗人 将裴行眼拿下 可土火罗人却闻思未动 眼见裴行眼越战越语 众士兵开始望而却步 这时 一只熊鹰落在土火罗头领的手臂上 接着 土火罗头领 不知说了些什么 雇佣兵们开始行动起来 朝着裴行眼就冲了过去 如果没骨气地活下去 那与死了 又有何分别 裴行眼决定放手一搏 可土火罗人却擦肩而过 并未踪击 反而将裴行眼围在当中 你们是被马踢坏了脑子吗 收了我那么多钱 还敢跟雇主作断 和一璇歇斯底里的咆哮 和一组长 你好像搞错了 你给的那点钱 远远不足以让我们开杀截 从一开始 就是中原的陪侍 除了大价钱 要我们帮你 现在 我们接到了 雇主的最后一个纸 保护这位中原客人 撤离此地 请你让道吧 和一组长 和一璇 哪受得了这个气 给我杀 将这些无耻之徒 全部杀个片将不留 虽然 食欲被对方的兵力 可众人却不敢 上前一步 剑壮 和一璇 许以高官厚禄 鼓舞士气 俗话说 众赏之下 必有勇夫 众将士 一拥而上 万箭齐发 可图火罗人 防守的固若金汤 和一师主 既然如此 便莫怪我们 不慈悲了 列阵 为开战 铁骑的神勇 大大超出了 和一璇的想象 一个冲锋 自己的虾兵蟹将 顿时被冲散 这时 自己的马群 也不知 谁可以出来 呼笑着 朝战场飞奔而来 原来是刀马和树 干的好事 这突如其来的变 瞬间打破了战场的平衡 绝望的和一璇 一心奔着帐篷里的 阿玉亚而去 他想要带阿玉亚离开 和阿玉亚 却只想要他的命 被自己的心上人 一刀刺伤 和一璇有点不知所措 阿玉亚 你为什么不明白 这么多年来 我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你 此时 他突然想起了 当年巫师 对自己的预言 有朝一日 你会戴上耀眼的王冠 而你的心上人 会给你的王冠 插上五根羽毛 回过神来 和一璇 以双手掐住阿玉亚的搏动 痛苦的阿玉亚拼命挣扎 突然摸到了旁边的弓箭 不由分说 直接来了发一剑三 这突如其来的变 是和一璇变得癫狂 踉跄着跑出了帐篷 可等在外面 却是追赶来的刀马 不许动他 审判他的 不能是别人 必须是墨家的人 必须是我 我一定要 亲手了结他 说吧 阿玉亚奋力起身 一剑刺向和一璇的头颅 等你戴上王冠之时 而你的心上人 会给你的王冠 插上五根羽毛 而另一边 陪侍举这边 也开始行动了 刀藏在窍里 不能轻易拔出 可一旦出窍 就要直指咽喻喉 驻兵中立一代 魏大随开启了打工西域第一步 处理王和一璇 和一些后世 阿玉亚突然有了一种责任感 他决定要留下来 留下来重建父亲 用生命守护的基业 可不身一个女子 这又谈何容易 况且 随军即将赶到 可阿玉亚心意已决 这时 火火罗首领驱马上前 并向阿玉亚抛出了橄榄枝 不如 加入我们拥兵团吧 征伐杀戮 因果与轮回 我们只做一件事 守护大漠的均衡 现在 我们选中了你 你愿意加入我们 改变大漠的轮回吗 我想要 变得更强 黄沙翻滚 放牛郎带着孩子 走在回家的路上 忽然 惊奇招展 随朝大军已尽在咫尺 而阿玉亚 也决定随途火炉而去 总有一天 我们会再度相聚 鸭头 刀马 你已经不再是鸭头了 二人就此分道扬镳 刀马一行继续启程 前往长安 荒漠之上 一名壮汉被随军围住 正是逃走乌鲁鲁 终于找到你了 尊敬的可汗 斥杀阵管 一名黑衣人 循迹而至 人在江湖 最重要的是 找对自己的位子 这外来的客商 想要在长安落脚 还得看是什么底子 若是个大姓 家谱跟官家 能挨得上边 那就能到东市挂牌 做官府生意 若是哪边都挨不着 祖祖辈辈都是平民 就得靠自己来积德 到这西市开张大吉 有这样一个刀手 他曾在江都颇有名气 常年在一间青楼上房挂牌 接的是绑票 劫船 刺杀的买卖 专门做黑吃黑的购当 人称玉面鬼 树 因为做事不留后路 结了不少仇家 不过他拜了个义父 是那青楼的主人 他义父没势力 但是讲仁义 在市井里颇有人望 还被推举为九行的下一任行务 所以仇人也不敢动他 直到有一天 树的义父 被九行的对头给杀了 那间青楼也被站了下来 而树却没有逃跑 反而杀回了青楼 那天 他只身一人进入青楼 在大庭广众之下 生破了仇人的心肝 最后 他一把火烧了青楼 离开江都 身上一滴血没有沾 可奇怪的是 闹出了那么多条人命 玉面鬼血洗青楼一事 在江湖上是路人皆知 可是官府却没有下通缉令 莫非 上头有位高权重的人在罩着他 这诡异的绅士 使勒四爷也有点摸不着头脑 只一息记得 当天术所带的佩刀 那样是 可不像是斯家的兵器 而是上驻国大将军的战斗 看来 这是得跟义父打听一下 另一边 刀马一行丢了盘缠 又没了逮捕工具 决定前往知识郎的一处救识处进行补给 而尾随其后的地厅与奎之 也已赶到了荒废驿站 眼看离刀马已越来越近 可此时的刀马却浑然不知 刀马一行正在赶路 突然 刀马猛地回头 出来吧 跟了这么久 天都要黑了 就别玩阴的了 这时 从山后出来一队人马 逃犯刀马 我们是朝廷马快 现已谋害朝廷命官的罪名 当场处决你 气氛顿时紧张了些 听口音 你们是从山东来的吗 大楼员被拉到这大漠来当差 谁都不想出事 所以 我想给大家一个机会 我们现在 要慢慢走过去 咱们彼此 就当作没看到 一点都不伤和气 从此 我们不会再碰面 彼此相安无事 他 要是有人冲动 拔出来的刀 就收不回了 说吧 刀马催马 就往前走 面对刀马 强大的压迫感 众马快的头上 冷汗之流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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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挺直命 比自己的命更要紧了 少废话 俺们离世 为韩伟大祟奉献一切 早已决心 在异乡卖下石骨 让道吧朋友 今天谁都没必要在这儿卖石骨 举狗立下的是俺们 你早已无处可逃 俺们只是不想赏击妇孺 最后给你们一个机会 物管人灯 速速推散 那感情好 老家你们先给妇孺 并残让个道 我送他们一程再回来 大当狂兔 这由不得你来掏家还家 立即下马 数手九千 正在剑拔弩张之际 一个胆小的马快 紧张地脚下一滑 顺着山坡滚了下去 手中的弩剑也撒手蹦飞 不偏不倚 刚好击中树的马几 这下剑红 树一个飞坡 就要做掉这个倒霉的马快 忽然 打山坡上冲出一人 与双俭 接下树的致命一击 来人正事 马踏黄河两岸 减打三周六辅 交友赛梦长 孝母四砖珠 威震山东半边天的神拳小太宝 秦琼 秦叔宝眼见树九攻不下 刀马前来助战 黑星踩他 只见黑星双蹄直击秦琼面门 奇料竟被秦琼应接了下来 这碧里 真是惊人 有小孩子在 我没法使出全力 这耿直的小伙 使刀马也来了兴趣 而秦琼也摆好了架势 准备与刀马一绝高下 下次有机会再说吧 回头看眼后面 只见树已将搬头秦获 无奈之下 秦琼只好束手就擒 可刀马却并未拿走马快的财物 并让燕子娘将双茧还给秦琼 看见秦琼哀怨的眼神 燕子娘也动了侧影之心 看见长得还蛮可爱的 姐姐就当时给你面子了 说完还在秦琼的脸上亲了一口 给秦琼修的是满脸通红 而后众人起身继续赶路 另一边 地厅与奎之也正在马不停蹄地追赶着刀马 在大漠之中遇到一个山洞 你敢进去吗 刀马一行来到山洞风口 毫不犹豫地走进了山洞 可刚走没多远 烟壁上突然莫名出现了诡异的壁画 这些壁画从古老的过去开始 一代延续一代 诉说着众生之下 突然墙上的壁画好像动了 燕子娘看见了漂亮的飞天仙女 而树看到的则是鬼面无杀 每个人眼里看到的东西 都变成了自己心中的贪嗔痴 而刀马勘草 则是金戈铁马 周围更是变成了小时候逃难的伤 身后不知何时拉着一个小女孩 面对后面周国的主题 刀马和小女孩在逃难的人群中 被难民们冲散 她爬起身 向后掌握 不远处的小女孩正在向她挥手求求 奔不顾身的刀马抓起一块石 逆着人群狂奔而去 小七 怎么 刀马 原来这些都是看到壁画后的异响 刀马定了定心神 领着大家继续向前走 不知又过了多久 刀马恍惚听见了打铁的声音 铁锤落下 里面赫然出现一个手上缠满锁链 只见此人长头垢眠 正在奋力挥舞着大锤大铁 此人正是玉池家族的后领 玉池公主 是谁 我们是来找一些老朋友的 他们是前朝北州的移民 玉池家族 你来晚了 他们都已经死了 原来 玉池家族九居山洞之内 一个个都病了 现在只剩下玉池公最后一 他们在临终之前走过了 以后会有一个人掌握了 可他等了很多年 始终没有人到逛过 而这个早已被世人遗忘了 又怎么会有人掌上来 说吧 提刀向知识狼冲了 刀马抬脚将知识狼踹飞 将将走开这致命一击 回身臭刀 与玉池公站在一处 可惜玉池公只会铸刀 不会用刀 几个回合便被刀马击败 你们真的是活人吗 原来玉池公以为自己出现幻觉 眼前之人都是自己幻想出来 得知真相的玉池公 双手奉上自己修复的宝刀 丙子交灵 而这柄被诅咒过的宝刀 目前就存放在日本的博物馆内 观众 下一集 先为大家讲述丙子交灵的来历 以及它成为诅咒之刃的由来 武夫手中的战刃 是斩伐杀生的凶器 但对天子百官而言 腰间的佩刀 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 权力一代传承一代 便形成了门阀 在漫长的岁月中 收在窍里的刀 却开始渐渐腐朽 直到再也拔不出来 旧的门阀衰弱之时 新的历刃诞生了 在漠北边境的武川镇 诞生了一股新贵门阀式 这便是七位八祝国 十二大将军 八祝国 以先逼拓跋步的 八部制度为蓝本 由其中六位祝国 各都左右两大将军 统领二十四兵府 赐予宝刀为信 在八祝国之中 未取得宝刀的 是挂名屈指的 西卫宗室 孔宁王元新 以及西卫的实际掌权者 八祝国之首 宇文泰 可自幼跟随宇文泰的 玉石炯却不能接受 身为祝国之首 为何没给自己 准备一把宝刀 可于外申的疑惑 宇文泰轻轻地笑了一下 因为那些刀配不上 究竟何等宝刀 才能配得上 宇文大人的超人地位 玉石炯按下决心 要为宇文家族 打造一口 独一无二的宝刀 玉石炯 召集是族中 手艺最好的刀匠 在关外大漠的 古老洞穴里 着手锻造这口宝刀 选取西域出产的 稀有冰铁 经过百炼折叠断了 富途碎火 在最巧妙的时机 从炉火中抽出 回火以后精心打磨 如有丝毫瑕丝 便悬挂起来 引以为鉴 继续锻造下一口 就这样夜以继日 春夏秋冬 重复了一次又一次 万里挑一的宝刀 终于诞生了 他将宝刀 承送给宇文泰 请用这口绝世宝刀 斩断雷落的卫士命脉 登基为帝 军临天下 跑刀啊 想必他正散发着 耀眼的锋芒 可惜我的眼睛 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已经时日无多了 但我的孩子们 现在都太小了 也拿不动这口刀 把它交给我的这儿 宇文部 面对行将就目的宇文泰 御池炯悲痛不已 至少 背着口刀起个名字吧 今年是什么年 回大人 士兵子 找着口刀的匠人 叫什么名字 是御池氏族 时代打铁的一脉 御池交礼 宇文泰不禁想起了 之前持成蜀地时的场景 这口刀 就铭刻 铃子交零吧 公元556年 八祖国开创者宇文泰 在北军途中病死 次年 及继承者宇文户 逼迫魏公帝 远阔离禅位 建立北州 宇文家族手中 紧握着不祥之气 魏公帝远阔禅位后被杀 十年二十岁 宇文泰长子周孝敏帝 宇文决被害 十年十五岁 宇文泰庶长子周明帝宇文玉被害 十年二十六岁 北州建立短短三年内 宇文泰僧临便染上了 三位年幼皇帝的心血 宇文户同名左右十二兵 之手遮天 权倾朝义 可故事到此 并未结实 宇文泰僧临的杀戮 也并未停止 由于天府有限 我们下集再讲 独群篡位与匡正直言 哪个才算是忠臣 北州建立短短三年内 宇文户便接连斩杀 三位年幼的皇帝 御池炯决定不再忍让 他来到宇文户作前 则要禀子交礼 为了避免宇文宗士再造独鹿 他请求以命换刀 御池将军何出此言 只因我是宇文泰大人的忠臣 哼 那你为何会怀疑 宇文泰大人的判断 御池炯被问得呆立当场 寡人的堂弟们尚且年幼 不懂庙堂险恶 他们轻信笑 不听密尔中言 为了针对寡人 夫妻被肇事和独孤事操控 寡人要是不杀他 这国家就完了 宇文家族有何 你我死后 还有何面目去见宇文泰大人 你和我 究竟谁才是忠臣 可御池将抬手放心 在返回蜀地之前 他还是秘密地会见了宇文泰的第四人 宇文雍 这位十七岁的少年 即将在宇文户的雍立下登基 嘱咐他一定要隐忍 处处顺着他 以最高的礼仪尊专 让他以为你绝不敢跟他做对 而后再利用八诸国之间的部马 拉拢他们 慢慢积攒自己的实力 等待时机成熟 这日宇文雍借太后酗酒为忧 提议由宇文雍带天下劝解太后 看着卑躬屈膝的宇文雍 宇文雍手捏球软 答应一下 来到太后帐前送念酒高 宇文雍刚念到一半 突然赶到背后传来一股杀气 回头一看 竟是宇文雍要对自己图摸不回 带手准备搭建 可却为时已晚 宇文雍愤怒至极 就要废了这个逆子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从锤帘之后出雷竟是御池酒 身后的八祖国 已将太后殿团团围住 每人一刀将宇文雍乱刀弹死 而最后这一刀 还得由宇文雍亲自动手 御池酒 你今日 起劫八祖国门法子弟 夺走 兵子交银 我看 这些人 哥哥都心怀归胎 你心悟 又有谁 压得住他 究竟谁才是终臣 宇文雍手起刀落 将宇文雍人头斩落 自此 29岁的宇文雍独揽大权 改年号为剑 是为周五帝 而后 以冰子交铃号令 八祖国门法 引领北周步入鼎盛之席 可豪杰不长 在攻灭北齐的第二 周五帝全身溃烂而死 世人都说那是他杀业太重 遭到了冰子交铃的诅咒 继位的周玄帝生性懦弱 为了避开宇文宗室的祖宗 他开始远离朝政沉迷酒色 于是 权臣再一次开始掌权 只不过 这次的权臣变成了外戚 所以 当他拿到冰子交铃后 所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屠杀宇文宗室 此人便是上驻国大将军 所大成像 杨坚 可天下还有一个人 是他无法征服 正是镇守夜城的 御石九大将军 他已64岁的高龄 亲自皮甲上阵 与杨坚大军殊死决战 可最终 还是难逃国货家王的结局 而当年 号令八驻国的冰子交铃 也像这个国家一样 破碎成了数段 英雄陌路 御石九以冰子交铃 立下统舟 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四年杨坚逼迫 年近八岁的北周禁地 宇文产深了 定国号为随 后世称他为随文帝 随后 杨坚将宇文宗室的血脉 不漏在尽 就连八岁的宇文产 也没音信 御石九的直系家族 也全数北上 藏系成员则被贬为奴隶 流放光暗 而这些被流放的御石族人 各自偷藏了 冰子交铃的碎片 来到当初打造宝刀的东西 九复这口 象征宇文宗室的宝刀 而御石宫 正是洞穴内仅存的 唯一艺人 请用这口刀 暴令八主国后裔 斩灭羊髓王朝 荒漠之中 两名马快 一前一后正在赶路 路旁突然出现 一匹马的尸体 规之谨慎地上前查看 从马匹的腐烂程度 和身上的器物来看 看来距离刀马 已经越来越定了 这时 突然听见身后 传来一阵求救声 正是之前 对刀马制服的心情众人 被困一夜走散得点 众人尽情自己遇到了好 御石拿出刀马的通缉令 询问刀马等人具象 翻头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而后 御石扭头看向地平 前辈 我已经问完了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一个问题 你们 为什么还活着 说吧 动身朝众人走来 感觉到气氛不对 秦琼下意识地警觉起来 可以为是一晚 地厅直接冲了过来 一个照面 直接击飞三人 众人被吓得呆立当场 秦琼反应迅速 挡下了地厅这致命的一击 可力量悬殊 秦琼被崩飞树米开万 这时 众人才想起来逃跑 可哪里还逃得掉 众人这才意识到 二人的危险 却已是在劫难逃 地厅缓步向前 众人已被吓得 浑身发抖 动了他 此时的地厅在众人面前 仿佛化身成了力 只有一人不为所动 正是缓缓爬起的秦琼 眼见同伴单死 秦琼勉励冲向地厅正面硬高 吃过上次的亏 秦琼这次 以双肩泄力 斩身跳到身后 就是致命一击 地厅抽签挡住 反手将秦琼压下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技巧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 秦琼以双肩支撑身体 想要再战 可扑通一声跪道 一口鲜血吞涌而出 这坚毅的信念 感染了其余的同伴 也包括在装死的半头 地厅并未给他喘息的机会 而秦琼此时已是想弩争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中 三只弩箭破风而止 原来同伴们终于鼓起勇气 开始反击 这成功阻止了地厅前进的脚步 他们一直被秦琼保护 这一次 他们希望自己能够保护秦琼一回 可此时的秦琼哪里还卖得动脚 他鼓足最后一丝力气 致出铜血 骨骗不已 刚好砸中地厅的脑袋 只可惜此时的秦琼力量太多 地厅一个亮相 右回身站定 倒下的反而是力竭的秦琼 而同伴这边也遭到了规矢的攻击 眼看一切就要结束 突然二人仿佛察觉到什么 有什么东西正在逐渐靠近 竟然是卢沙大决 搬头趁机背起秦琼就好 只不知众人能否逃过此前 面对如潮的罗沙大军 你会选择逃跑还是正你硬刚 眼见罗沙大军迎面扑来 归之竟兴奋地想要抓两只仰作宠物 可等到罗沙的地厅 地厅直接火力全开 罗沙大军被撞得土崩瓦解 另一边 搬头扛着秦琼正在罗命狂奔 突然身后追来三只罗沙怪 眼见罗沙越来越近 一个飞扑 将搬头二人撞翻 骑到搬头身上 就要直接开饭 搬头用剪卡住罗沙的血的大口 勉强与罗沙僵持下来 这时 另外两只罗沙奔着秦琼而去 眼看秦琼灰在旦夕 搬头不知哪里来的力气 一剪将身上的罗沙拍死 举剪朝秦琼身上的两只罗沙不足 罗沙见状赶忙跳着 搬头回身又解决了一遍 不料却被另一只罗沙从后面偷袭 搬头拼死争扎 使出浑身力气将罗沙摔死 回身查看秦琼 还好并无大碍 这笔钱是你的分 这次我放走囚犯的事 你就当作没看见 以后也莫再提了 可秦琼却认为 黑钱不该拿 都是铜钱 还分啥黑的白的 听说你老娘身体不大好 你用他买点山深 孝敬孝敬老人家 也算是俺的心意 可秦琼不但不受 还要坚决报关 眼睛软得不行 搬头就要来硬 可硬得又打不过 情急之下 搬头一把抱住秦琼 俺上有老下有小 俺要是出了事 他们全都得饿死 俺们全家人的命 就在你手里啊 俺一直把你当作兄弟 手把手教你当差 你不会都忘了 我出山的时候 我爹教导我 做人一定要刚直分明 光明磊落 可是书宝 你若是激发了俺 他们会把俺发配到边疆跑出差 俺这一句 可就不知道 还能不能活着回来 搬头 我陪你一起去 你有病 举报自己的上司贪污受贿 并陪着他一起发配到塞外大漠 他的搬头反而救了他一命 全都怪你捅出那个娄子 别睡觉 给俺好好听着 你要是没把俺揭发出来 俺现在应该在老家衙门里 过着舒坦日子 心情好了 就出去转一圈 抓抓小偷 牢牢有水 天天吃香的喝辣的 何必到这千里之外的破地方 遭受罪你 书宝 听到了吗 不许睡觉 到这以后 俺给你穿小鞋 往死里使唤你 那都是你应得的 不过 俺倒是不恨你 因为 你做的是对的 其实 俺年少的时候 也跟你一样 一心只想秉公执法 成奸除恶 为老百姓出头 俺也曾想要当个好补派 可是也不知道为啥 不知不觉间 就成了现在这幅模样 或许 当初俺的搬头 分给俺的六百钱 是俺不该拿的 可俺也没办法 当时要娶媳妇 俺也想把婚事 办得风风光光 哈哈 很好笑吧 所以 俺其实很羡慕你 你的样子 就是俺理想中的自己 可惜 俺永远都没办法 成为你这种人 话说回来 刚才真是好惊险啊 活了四十多年 从没见过那么大的场面 那些罗沙鬼 扑上来的时候 你不知道 我心里有多害怕 像俺这种人 就是这样 出身一般 目不识定 没家底 也没啥本事 万一走了没 碰了茬子 那能跪就跪 跪不过就逃 逃不过就装死 反正好死不如赖活着 可是刚才 眼看你要被两个恶鬼雕走 俺也不知道 是从哪冒出了影子 推着俺就冲了上去 嘿嘿 你也看到了吧 俺一口气 干掉了整整三只罗叉 等俺们平安回到家 俺就可以吹上一辈子 所以 你不能睡着啊 你可得替俺作证 你得替俺作证才行 因为 这是俺人生头一次 当一会硬梧的头 哈哈 没等出完 班头一根头栽了下来 哎 有点累 好像跑得太急了 腰都开始有点酸了 嘿嘿 俺们就在这 稍微歇一小会儿吧 只是一小会儿 可不许睡着了 琴琼赶紧用双手 按住班头的伤口 如果 如果上天能给俺重来一次的机会 让俺回到第一次收黑钱的那时候 俺可能 俺可能还是会毫不犹豫的收下 嘿嘿 俺只是个凡夫俗子 称英雄装好汉 一辈子顶多也只能来这么一次 再多就没有 不过 你跟俺们不一样 心穷 你要去成就 俺们做梦都想不到的一番大事 慢慢的黄沙掠过 二人倒在了荒漠之中 虎天之下 莫非亡苦 率赌之逼 莫非亡臣 你可知道 这句诗的下半句是什么吗 裴行眼并未回答叔父的问 反而向裴视局辞行 裴视局也并未阻 而是问起了那天晚上 你看到了什么 裴行眼沉思了片刻 回答道 我看到了一群利欲熏心的豺狼之辈 不知廉耻的杀人妇 夺人女 搬下天怒人怨的恶行 最终却被人玩弄于鼓掌之间 可更令裴行眼无法释怀的 是他本以为自己是正义之士 本应以仁义道德来叫化那些蛮夷之地 想不到 原来自己跟他们并没有什么区别 可裴视局接下来的回答 更是颠覆了裴行眼的认知 仁义道德 本来就是圣人君子之位 因为人的本性是贪婪而丑陋的 所以我们才会用伪善的礼教定下规矩 遏制人的真性情 佣人会被大义束缚 体肤会为民愤而行事 而真正的圣人君子 是要胸怀天下 仁义道德 大义民愤 都不是目的 而是手段 为了国家 我可以不择手段 此所谓大人不仁 可裴行眼依然不为所动 他相信自己所坚守的正义 依然坚持离开 那巧了 刚好主上召唤我上京 我现在要动身去长安了 不如你就陪我一起走吧 不了 大人 我要走我自己的道理 多谢大人多年来的恩德 保重 大夫不均 我从事独献 这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臣的下半句 上头的人不公道 唯独我有闲能为天下奔波 这句话便送给我们彼此吧 自此二人分道扬镳 裴行眼踏上了自己选择的道路 这里顺带提一下 隋唐演义里的裴原器 就是以裴行眼为原形而塑造 而此时离开的裴行眼 心里所想 竟是给他手指上留下深刻几骨伤口的阿玉亚 来到土火罗的阿玉亚 街道的第一个任务 是保护一名十四岁的少女 铁勒布酋长的孙子伊南前往西突厥压 铁勒布世世代代 都在突厥克汗的土地上狩猎一目 东面的族人归属东突厥 他们则归属西突厥 作为代价 他们每年都要跟随克汗出征 而且要定基上脚梁草牲畜等物质 虽然给主人缴税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但多少还是有些负担 前任克汗是一位仁慈的君主 四年前 前任克汗要跟亲随的东突厥起名克汗 决一死战 要求铁勒派出所有勇士 并且许下承诺 从此以后 西突厥将永久减除铁勒的一半付税 那场战争 铁勒的勇士们为了克汗和部落冲冲陷阵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最后 前任克汗还是战败了 年少的楚罗可汗继承了他的位子 成为西方的新主人 可是 楚罗可汗却不承认前任克汗曾经许下的承诺 估计没有减免付税 反而每一年都在加重 现在的付税 已经变成了以前的整整三倍 阿玉亚听到后 立刻火冒三丈 去年 有一个小部落的酋长 因为没有凑够上脚的羊头树木 他就去找克汗抱怨付税太重 结果 他们整个部落的人都被绑在木桩上 活活晒死 付税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这次克汗同意召开会议 听取各部落的意见调整付税 所以 这次的会议 意义重大 拜见你 决出付付 克汗 伊南想借这次机会 加上临近的沿驼部和提他部 只要占据半数以上的席位 大家一起表明立场 相信英明的克汗 一定会理解大家的难处 减轻付税 可是其地步却好像隐藏着什么阴谋 不太想配合 正说着 三人已来到西途绝的领地 糟了 克汗提早到了 眼看崖障栅栏即将关闭 伊南催马冲下山峰 突然 在前方出现一人 只见来人弯弓抓剑 明显来者不善 突然一只羽箭从伊南身后飞出 精准命中来人的大腿 正是阿玉亚在后面保护伊南 来人吃透 弓箭偏了三寸 射在了码头之上 这时阿玉亚已冲到近前 一个飞骨 将男人踩在脚下 说你是谁 住手 在可汗的地盘闹出人命 是对可汗的不敬 我们会受到惩罚的 阿玉亚微微一笑 一剑射向蒙面 面罩应声掉落 竟是弃毕部酋长的儿子 弃毕格 就在众人缠斗之时 远方响起了号角声 看来还是晚了一日 会议已经开始了 穷儒之内 你绝处罗可汗正经为作 都到齐了吗 可汗 铁乐部所有部落的代表 已经全部到齐 那就说吧 你们对税收有什么意见 弃毕部酋长率先发言 第一 可汗像撇了各部征收的人 数目依然不变 各族酋长听后一片哗然 紧接着 第二个提议 撇了各部上脚的水 数目从此减为一半 怎么可能 第三个提议 不够的另一半 由我来出 从今往后各部统一 向弃毕部脚 在由弃毕部 补其插额之后 上脚给可汗 不知各位 意义下如何 众人听后 开始有些动摇 但也不乏明眼之人 气毙不 你是想借此机会 积累你们部落的声望和实力吗 众人赶紧上来打圆场 你一言我一语 争论不休 这下可激怒了 你绝处罗可汗 可汗直接挤身上马 在众人面前扬娼而去 这时 外面的人突然察觉到不对劲 章外逐渐聚集了 大批的起兵 将牙上团团围住 这时刚好 可汗从帐内走出 从士兵手里贴过一张硬弓 回身弯弓搭剑 只听通的一声 与剑破风而出 朝着牙杖飞去 里面的人还在 洗嘴巴舌的争吵 殊不知 以大火临头 众人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 这时 鉴于一时而来 酋长们顿时死伤惨重 此时才想起来逃跑 可却为时已晚 气毙个 这才认清现实 原来可汗药并不是那一点点不费 而是要消灭整个气壁 是什么让你解除罗可汗 自己忠诚的部下 碰下杀手 我们后面再见 喜欢的铁汁记得关注 我们下期 再见 睡梦之中 他梦见一位美女 正在给一个迎儿哺乳 脖子上赫然插着一只 深可见骨的见识 猛的睁眼 一个大美人正趴在自己身上 温润的手掌 正在抚摸着自己的胸膛 你这是在干什么 被发现了自己的小九九 燕子娘信性地转身离开 另一面 圆月当空 裴景眼正在想起 突然 山崖之上出现一个声音 来者和人 哼 连名号都不敢抱 见来人毫无反应 裴景眼拿起兵器 捅飞硬底 突然 来人进一头 来进一看 正是之前侥幸逃走的金球 另一面 不知走了多久 刀马一行终于走到了 煽动另一面的出口 前面就是玉门关 破了玉门关 便是大隋王朝的地界 而此时 玉石公也准备与刀马等人资金 去往北方 寻找自己的一片天地 告别了玉石公 众人边走边聊 原来受要杀的仇人 竟是自己的父亲 以及他的七个儿子 而他的生父 何人是上祝国大将军 处境武功 杨肃 可怜的数 竟是杨肃的私生子 没名没分 连次性的资格都没有 但可惜的是 杨肃在去年已经死 此时长安城内人尽皆知 同一时刻 长安大京城内 语文之急 坐在一处木屋门口 他来找一位老爷子 打听一口上祝国之道 大隋开皇之年 高祖文帝销毁了禀子交流 并将西位八祝国中刀 重新赐予大隋上祝国大将军 后来 该诛杀的被诛杀 该除名的被除名 他们手上的刀都被皇室一一收回 到了今年 高云和赫若碧被诛杀以后 上祝国刀现在只剩最后一 便是你们杨家的了 一年前 我帮你骗过了老本 也骗过了全天下 现在我想请你帮我一个死亡 拿着那头刀的人 知道了我的一个小秘密 我需要知道他和你的关系 因为我正要去找他 那却是先帝次给老夫的宝刀 多年以前 被那小子给盗走了 如果见到那个聂处 你就让他消失吧 得到想要的答案 宇文至极满意的离开 此时刀马一行 也来到了御门关前 从没见过这么嚣张的通缉犯 刀马一行来到御门关前 你们是哪里来的 打西院来的 要入关进长安 进长安 要干什么 这个嘛 要去颠覆朝廷 士兵听后先是一愣 颠覆朝廷 没错 颠覆朝廷 哈哈 了不起 放心 居然这么容易就过了关 原来 第一道关卡差的是 护照和后悟 麻烦的是第二道关卡 第二道关卡盘查的 才是谁 怕是没那么容易过关 果然 还没怎么靠近 便被士兵们拦了下 刀马逃出之前抢来的马 冒充便一马穿 把士兵蒙得一愣一愣 简单盘查过后 便对众人侧身放弃 总算有军无死 众人刚准备退身 突然打前面出过来 一个传令官 手里拿着的通机力 正是带着散月面具的花言团 士兵回头望向众人 刚好与众人四目相对 捉拿逃犯 这可真是点被不能怨社会 刀马左刀右斧 准备应干 一个照面 前排的士兵顿时人影冒干 说也飞身加入战场 众士兵一时间被二人压制党场 别练战 一步步慢慢退 来到知识狼身边 刀马回手 好住知识狼的脖领 一把将他扔上马肺 盛下的东西 同时也惊动了 手声大将面具哥 只见面具哥一个大跳 枪尖呼啸 直接奔知识狼而来 这泰山压底 直接将马铁蓝腰斩断 借力一个回身 将刀马踹飞 顺势翻转枪头 再次向知识狼袭来 刀马抢身拦在二人中间 打断了面具哥的攻势 好 树立刻掉头狂奔 刀马帮知识狼又抢了一笔 坐起 当着众士兵的面 招城内冲击 不远处小鸡兴奋的朝刀马回手 二人越来越近 刀马一把抱着 只留下凑恶的咽的鸟 保重 就这样 众人边战边吞 消失在了人群之中 可事情远没有结束 地盯与随之 此时也赶到了玉门关外 喜欢的小伙伴还不赶紧关注 这个解说每天爆肝当心 地盯与随之来到玉门关 掏出刀马的悬赏令 向面具哥打听情况 前辈 看来我们晚了一步 错了 应该说只差一步 看来二人离刀马 已经越来越近了 另一边 就在城门关闭的前一口 沙漠里突然出现一人一马 走近一看 原来是裴行眼 就下了奄奄一息的情绪 而此时的刀马一息 以身无分文 想要继续赶路 眼下就需要解决盘传问题 看到墙上的通缉力 刀马微微一字 想起了自己之前的老板 说通缉犯拿全赏金吗 你们自己都是通缉犯 即便是捉到了 又如何去关火灵场 说不解的问道 可刀马压根就没打算 把逃犯押送到关火 只需要让逃犯出三倍的价钱 就可以放他们一马 和气生产 正说来到了一处偏僻的酒馆 里面的土匪正在口若悬河 原来是光头墙 刚刚成立了新的墙子 众人刚举杯敬主 突然大门被人踹开 哪个龟丝 敢再次撒饮 各位朋友 下午好啊 你们几个算是来着了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屋门是自来头 没等喽啰把话说完 主反手就是一刀 直接削掉了三人头上的发戏 来 头上好了 开始点名 让我看看 该怎么帮你 这时 黄头墙缓缓起身 兄弟们 把身上的阴两全都掏出来吧 这次都狠了 咱们也不起 和气生产 和气生产 有了上次的教训 这回果然上到多了 同一时刻 敦煌随军驻乍地 秦琼的伤势已基本恢复 得知地狱与辉知的消息 秦琼立即就要前去捉拿二人 这火爆的提起 正对了裴行眼的镜头 二人结伴 一同处方 令 得手的刀马 已经准备继续赶路 突然 两匹马一面走 马上之日 正是地狱与辉知 只见地狱缓缓摘下刀 刀马 别来无恙 别忘记点赞关注 我们明的继续